我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說我沒有支持 你看 一邊講說 我玩這個遊戲 蜻蜓點水 沒有 我玩的非常非常認真 好嗎 我小花一點 我小花 這叫小花 flower little flower 我們今天進步很多啊 那你就別別從右邊走了 別從右邊走了 加油加油 能拆掉那個飛機嗎 拆掉了拆掉了我死了 水水水水 好 衝衝衝 他左邊這一對7.5啊 現在目前看到 直接拱 直接拱 先嚼幾肉來 先嚼幾肉來 我破了我破了 又一對7.5在移動 可以直接破 他的7.5在移動 他7.5是沒有沒有陣型的 我破爭了我破爭了 漂亮漂亮漂亮 往裡面頂 裝刀 正面正面 喔漂亮漂亮 頂穿了頂穿了 騎兵喔 那個波蘭翼 右手中 中央通路喔 衛視機先收 我踩到補給點了 你補給點的 衛視機先收 補給點的注意反騎 反騎 往中央打 往中央打 沒兵中間沒兵的 中間沒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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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進去 只有 不要讓他們拉兵 他們來拉兵了 不要讓他們拉兵 左邊 他們 然後沒兵的 沒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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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Cookie Cookie 我希望你去這裏 我希望你去這裏 剩7秒 剩7秒了 沒事沒事 沒有 他們有壓力 OKOK 好好好 我覺得真的今天 紫月桑指揮不錯欸 我們這樣子比上次打得好很多欸 這次打得比較有條有理 真的我覺得差好多喔 哇 不錯不錯不錯 我覺得今天有打出東西來欸 大家 大家給那個紫月 這個賣力的指揮 給他一個掌聲吧 各位 真的 真的不錯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 真的跟上次比起來 真的差太多了 天狼之別啊 天狼之別 真的真的 我覺得差非常多欸 跟上一次打完全比起來 就是 就是 很明顯的一個進步啊 真的 真的很明顯的一個進步 我覺得那個指揮真的是差太多了 就是那個指揮 你只要有一個 體系 其實大家 多打幾次配合這個東西 我們下次應該就知道怎麼 怎麼去操作這個了 戰況如何喔 我們今天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 我覺得那個最好笑 這是今天第一波啦 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大家 T2大門破的時候 講一下 哼哼哼哼 我跟妳講真的很好笑 真的超好笑的 真的超好笑的 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我剛才講 跑來偷騷 然後跟拿我講說 要彈劾 然後拿我就說 NO 然後這邊的話 對方就上來 防守一波 因為我兵還沒到 你看我的兵 現在只有四五隻 爬上來而已 我還在等我的兵 這邊就沒有貓然前進 然後旁邊那邊 我們也爬了嘛 所以你看那邊 大概是五個人 打了 對我們好像三個人 三個人 然後這邊我們把NP清掉之後 開始 開始在抖集結 六個在左牆 六個在左牆 左牆門口有一個 有一對高 那個高瞻喔 控死他 控死他 自己跑進來 送頭 還敢送頭阿 冰鳥 這送頭是怎樣 然後後來我沒兵了嘛 我們開始就跑給他追 後面就五六個追 超白癡的 五六個一直追追追 我想說幹嘛 追我幹嘛 超白癡的 看看我都跑掉了 我現在沒兵了 我去偷他右捕 然後等下拉起兵器來繞 左牆進 左牆可以進 左牆都進 你看跟剛才那個 跟剛才那個是不是差太多了 右牆這邊五個 跟剛才那個是不是差太多了 就是剛才我們打的 第一波阿 左牆也進 左牆也進 因為什麼你知道他們左牆進嗎 他們推進去之後 對方87 跑過來追我們 浪費兵力 再繞回去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超白癡的 我來刷 他們左捕也沒兵了 左捕上面沒兵了 抓著抓著英雄抓著英雄 蓋要他 親英雄親英雄 左邊破口快撐不住了 好 中央看一下 中央打進去了 他們左邊也穿了 左邊也穿了 左邊也穿了 左邊來左邊來 左邊來 快笑臥死 被波包夾 他們左邊 左邊那邊其實有佔人 然後他們 揮過神發現 欸怎麼補給掉啦 哈哈哈哈 開關笑死 被包夾 我打死 補給是我們的 補給是我們的啦 你看現在還過5分鐘喔 才才才過5分鐘 30 30分鐘開始倒數的嗎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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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哎 我抓到一個長槍 來 來 打胸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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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面的那個補給推 那個打下去 對方直接被秒殺 裝據點這邊五隻喔 注意一下 他騎兵真的是往臉上送的 對面騎兵真的往臉上送 他都沒有備戰了 他們現在12個人 好可以可以可以 你現在以武將 都扎武將 OK我出去了 我出去了快快快 左邊幫忙頂一下 左邊幫忙頂一下 這邊記得幫忙頂一下 這時候已經壓大了 幫忙頂一下 從3點 不要再選賴... 然後就 然後就灌掉 超快 超快了 才把幾分鐘 才幾分鐘而已 然後就打下來 ina iona 好啦 ok 那這個呢 其實他剛好這次有這個活動拉 我想說為什麼新手一定要 要來解一下沒 我是因为他有这个战场会保 那他这个活动里面呢 就是除了会送这个 呃时装之外 这个时装的话 你打这个游戏里面 就会拿到这个时装 那主要最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 我们的夏日祭典 这个兑换活动 那这活动的话 就是你只要打 攻城战啊 野战啊 血战 反正不管哪个玩法 他就会给你这个 兵法金钥嘛 那为什么跟你讲说 一定要解 一定要解的话 就是因为他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英雄之争 军魂自选礼盒 然后他里面呢 会送你这个 五个 非常非常厉害的 其中一个选一个 那我自己是选 这个磐石尖啊 那个他是应该 他要给你加三防 然后加加血量 他这个能力 可以说是非常出格的 所以 呃非常强力 你一定要拿到一个 那即便说是拿这个 三 三穿三伤 我觉得都是还不错 然后也有这个 加跑速加血量的 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强 所以 进来呢 这个东西 不要不要乱不要乱抽 一定要先选这个 三十个就可以换了 非常非常好打 但是这次的活动呢 就是能够参加 必定一定要参加 也是夏日祭典活动啊 那 不然登录呢 其实他就会 他就会给你那个券了 像我现在已经拿了不少了 那 有没有 这前面我已经拿了不少 然后他 他给的东西 也是可以抽 里面会有机会掉这个 我们的古战场 这个的券 然后他可以换到一些 不错的子军魂 他这子军魂呢 本身掉的东西也是不错 所以这次是非常非常适合新手做加入 你只要加入之后呢 你看 他都 他都会直接抽到这些东西啊 十个保底 那里面都是还不错 然后他就没有白色 他最基本的是绿色跟蓝色 然后十个必中这些东西 像我就抽到这个了 我的这个 亚平林这个弩箭双花这个军魂的 就射出一只箭手变两只 持续八秒 这个能力呢 可以说是 呃 弩箭手的一个灵魂啊 靈魂所在 然后包含你看 有没有像那个步兵的灵魂所在 加防御 加十秒钟 这个很可怕 加150 那个兵会印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 但是就可以持续十秒钟 在敌人冲锋你的时候 或者在混战的时候按下去 哇 一切世界都变得很美好 对啊 那包含说 还有这个啊 这个对骑兵 这个伤害啊 或者说减筒域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你可以带更多的兵团 在战场上面 充起 所以 这是个夏日祭典活动呢 就是能参加一定要参加啊 这个绝对要参加的 不参加 真的是亏 所以这个时间点 你是新观众啊 新加入的玩家呢 记得多去参加一下 他这个 目前呢 游戏里面还有这个比赛 CBL的比赛 之后 推取也会有这个实况 啊 我们是想说 这一次 报名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点 但是 也是没有关系啦 那 我们之后看看能不能赶快 组出一对 我也想说 把联盟里面一千多个人嘛 有些蛮多人想要参加 那这个东西 他这个报名参加呢 是进到一个特殊伺服器里面 然后 会以这个 大家都是公平的状态下来去对战 所以不用太担心 就是说 一定要练到满等怎么样怎么样 这至少 你 报名条件是必须要有大于等级100的 至少等级要100等 如果你们低于100等 可能就没办法 然后 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凑 一个比赛对出来 如果来不及也没关系 但就是说 他有这个CBL的比赛 我们的战役王朝 这一次的 这一季的比赛 会有16支队伍的样子吧 然后还选出8支 所以如果我们要参加应该是参加海选 会从六四里面 这个入围 看能不能抢到前8 然后 夏日祭典的部分呢 也是 不错 这就是我刚才介绍到的 他这两个时装啊 这两个时装都蛮好看的 还有包含这个马的这个时装 主要是我蛮喜欢这个时装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掉落东西 道具当然不用讲 然后折扣 折扣我已经买好买满了 我花了一万多的 一万多的 哈哈哈哈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说我没有支持 你看 一边讲说 我玩这个游戏 蜻蜓点水 没有 玩得非常非常认真 好吗 我小花一点 我小花 这叫小花 flower little flower 你看 是不是 我们真的很认真 这次 你看 我每天全勤啊 每天全勤 天天都把任务打好打满的 不开玩笑 对吧 反正就是大家都是有兴趣的话 现在加入是最好的时刻了 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一进来就拿到很好的奖品 搞不好错过这次之后 就不知道等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拿到了 zo Però 也